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跟我们先前不久在王道环先生的科技email里头 有那么一个故事可以作为影子 那就是在美国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 由于对太空科学的热爱 他自主性地展开了一个研究 什么研究呢 那就是美国2020年NASA要发射太空船降落在火星上面的地点 究竟何者为何事 究竟有哪些地方适合去登陆 这位小男孩在他母亲的支持和建议之下 独立发表了一篇paper 一篇论文 指出他的建议的地点 而也就在2016年 也就是小男孩大概15、16岁的时候 NASA采取了考虑这一份论文的建议 成为八个选项之一 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孩子在台湾 如果采取一个独立研究的成果 他的母亲即使非常支持 父亲也非常支持 可是整个的教育环境会支持他吗 今天就有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大人该怎么面对孩子对考试排名这件事的抱怨 我相信跟我刚才提出的这一段小故事 是略有关联的 是略有关联 可是我知道大家听到像美国这个故事 一定又会去讲说 台湾的教育如何打压小孩子的创意 基本上我的看法并不是如此 所以我今天是专注于回答一个题目 因为我知道批评考试排名的媒体言论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是要换一个方向 我换一个方向是我来讲说 当你的小孩子在抱怨考试排名的时候 身为大人你应该怎么跟他讲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节目的方向 我先来回想一下 在我们这一代的话 我想大春你一定有发现 从小学开始 我们进小学之后没多久 我们就发现了 如果我们学校里面突然有哪一个班级 突然传出了欢声雷动的声音 不只欢呼 然后脚还会踩地板 大咚咚咚咚 然后全校都听得见 那只有一个可能 一定是老师宣布有哪一个考试 要临时取消 就是说小孩子讨厌考试 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是很讨厌考试 可是基本上我们并不会像 当年我们对考试有种种的不爽 可是我们当年都是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不像现在的小孩 你可以发现 我姑是差不多小四或小五 就开始会振振有词地说 台湾都只重视考试 只重视成绩是不对的 这个有什么用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小就开始来质疑这件事 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在考试里面 看出这一个考试的内容 跟他长远以来 至少从他的眼光里所看到的人生 或者是生活内容 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 这个是对的 不过我关于小孩子为什么看不到的话 我有我的想法 不过我先讲 小孩子来质疑考试 来质疑说我们有一个只重视考试 只重视成绩的一个 他有这个质疑 或者这个抱怨 而且公开讲出来 首先我要先说 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 因为我们那一代 我说我们对考试顶多就是敢怒不敢言 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成长于 威权教育 威权体制的一代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考试跟排名这件事情 是可以质疑的事情 所以当然我们就更不敢说 要去抱怨了 这个表示说这一代的小孩 对于大人给的命令 已经不可能照单全收了 这个大人可以是指学校 可以是指父母 也可以是指体制 所以当大人想要在孩子面前 确定自己的权威的时候 大人一定要讲得过他 那现在我发现 大部分的爸妈 关于考试排名这件事情 就当小孩子在批评考试排名 在抨击在抱怨考试排名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父母 并没有想过要讲得过他 首先我们大家从前小时候 也都很讨厌考试排名 第二媒体每天都有言论 在抨击台湾的这个考试排名制度 所以小孩子抱怨考试排名 好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可是在这里 我有一个跟大家相反的看法 第一 就是因为媒体太常看到 抨击考试排名的言论了 所以我认为当小孩子 也跟着在抨击考试排名的时候 那个有可能只是学舍而已 并不表示说他有什么思考 然后第二 一这样东西被讨厌 那你如果说问他说 好啊 那你为什么要抱怨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考试排名 他有可能讲不出什么理由 他也只能讲说 考试排名就很烂啊 搞得大家都很不爽啊 他挺多讲出这样子的理由而已 所以我是说 这个是一个爸妈 值得带引他深度思考的一个题目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一样东西被讨厌 跟一样东西该不该存在 是两回事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先想想看 考试跟排名 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考试他的本质叫做学历评量 就是说要评量你的 这个孩子的学习力 那至于排名 在这年头 其实我是发现很多学校 已经没有排名了 可是他会在那个发出来的成绩单 他会给小孩子的集聚 集聚本质上也是一种排名 也是类似的排名 那集聚也好 排名也好 他的本质上是融入分配 融入分配 所以考试排名 这个体制 他说穿了 他就是要利用孩子的 屈容必入本能 你也可以说孩子的自尊心 当做他的学习诱因 这是他的本质 那我要说 内在学习动机最强的孩子 或者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好奇心最强的孩子 就是那种不考的东西 他也在那里念大半天 那种小孩 基本上他是不需要这种融入分配的 也就是不需要用屈容必入 来诱动他的学习能力 就是做好奇心最强的小孩 我想爱因斯坦 牛顿那种小孩 我说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融入分配 可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孩子需要 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小孩子 他打心底就是非常非常排斥 考试排名 所以呢他排斥到说 他觉得考烂也没关系 就是我就是拒绝那个融入分配 那是不是吃亏的是孩子自己 是啊 所以我是说 这个东西这是为什么说 当孩子在抱怨考试排名的时候 我是觉得爸妈应该要跟他谈 那应该跟他怎么谈呢 就是说我们要说 你为什么要抱怨考试排名 那第二 请问考试排名这样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如果他优点的话 身为一个考试排名的参与者 就是小孩子本身 你应该怎么极大化他的优点 那至于他的缺点 你要怎么管控他所带来的缺点 那如果说你想要来看整个体制的话 你应该想着说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空间 我会说可以谈的是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要搞清楚孩子到底在抱怨什么 他到底要孩子想想看 他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那优点的话我们可以极大化 缺点我们可以管控 所以我说这个是可以谈的空间的 你说个别的每一个孩子 包括除了刚才你讲的 有非常积极而主动的好奇心的孩子之外 绝大部分就是中等以下的 在学历成绩上 那都可以透过这种管控跟诱导的方式 来改善他们 等一下我会讲这是case by case 因为我也承证每一个小孩子 他不思考这些 他思考的话他也可以好好去想 考试排名到底他不喜欢什么 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 那我相信就算是那种 最不需要考试排名的小孩 内在趋力最强的小孩 因为毕竟他的人生目前为止 跟他最切身的一个一样东西 就是考试排名 我相信跟他谈的话 他也可以亲子之间 也可以很有趣的对话 所以我来讲 所以那怎么跟孩子谈这件事情 因为我说对大部分孩子来说 你不谈的话是孩子会吃亏的 好那我先来讲 这个孩子讨厌考试排名 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首先因为媒体在批评考试排名 在批评台湾只重视考试 只重视成绩的制度的时候 常常三句话不离台湾教育乱象 这六个字 所以我认为可能不止孩子 可能也包括父母 很容易有一个错误印象 就是说讨厌考试 就是孩子因为考试被压得传播起来 是台湾特有的现象 我要先讲这是错误的 对啊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而且欧美国家也不是不讲究考试 我要讲说 除非你一个国家 像他叙利亚这样陷入内乱 要不然连美国这种 我们知道美国的高中校园 有可能有枪支泛滥的问题 高中的时候 你跟同学不爽 可能同学要带枪来 照理说这些人 这些美国高中生 第一个忧虑是哪一天 会突然被枪蹦掉才对 可是你去美国高中做调查的话 第一个他的不快乐来源 一定也是考试 就是说中学生认为考试 是最大的痛苦来源 这是全世界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绝对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那通常我们可能因为 如果是我现在会先讲两个国家 因为两个有代表性的国家 第一个我讲美国原因 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公认 最尊重青少年自主权利的国家 可是很多人会认为说 美国不是只重视考试排名 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在看美国 那个青少年电影 高中校园电影的时候 会发现说 在电影里面的呈现 会觉得美国的高中生 花了好多时间在玩社团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的制度 事实上你在美国 要申请大学的话 你也要考很多试 SAT ACT AP 这三种试是一定要考的 那这三种试 它也是几分制 就是说你看那个成绩 你就知道 你差不多是哪一个集聚 像SAT阅读满分是800分 800分不见得表示说 它的原始分数是全对 是每一题都没有答错 SAT800分的话 表示说你的成绩 是在最顶端的1% 然后我要说 美国为什么会给人家感觉说 好像并不是只重视成绩而已 考试好没有用而已 我要先讲 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它一年要申请大学的人数 有200万人 哈佛一年只收2000人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一年的申请大学人数 高达200万人的时候 你算算看200万人 那表示说一个百分级距是多少人 光一个百分级距就是2万人 2万 所以呢 当他的 然后他的大学是申请制 那虽然美国大学有申请制 台湾大学有申请制 可是美国的大学申请制 跟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 美国大学申请 美国的 因为台湾申请制的话 是个别的系的教授挑学生 美国是有一个专门的 大学入学的部门 就是有一个专门在帮大学 把这个录取学生的一个部门 负责在挑学生 然后我们知道 我说美国是一年有200万人 在这个申请大学 然后呢 所以你一个百分级距就有2万人 所以呢 在美国的大学 他在收学生的时候 是不是学生很容易说 同样的分数 他有太多人可以选的 然后呢 因为美国的 他有一个入学部门 所以美国的入学部门呢 因为美国把大学当作是一个社群 就是说他除了要收 他除了是一个学习社群之外 美国的大学 每一个大学 他都要有一个篮球队 要有一个棒球队 要有游泳校队 要有管弦乐队 那当然啦 有的学校的游泳校队 他就是 他自我的定位 就是说他一定要top的 他一定要奥运选手 像Stanford就是这种 他的游泳校队都要奥运选手的 可是有的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游泳校队 要到奥运选手等级 可是至少他要有游泳校队 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的美国大学的各个的入学部门 他的工作是除了要挑学习力 他能够挑到最好的学生之外 他也要对篮球教练负责 他真的有帮他 帮他挑到一群打篮球进来 那他真的有帮 他也要帮这个辩论社负责 就是说要让辩论社觉得说 怎么今年进来的学弟都这么笨 他不能这样子 那他也要挑到一个 可以组织这个管弦乐团的足够的人口 那现在问题是说 因为美国的大学可以挑的学生太多了 所以当大家的学生程度 学功课 考试成绩差不多的时候 谁有办法进去这个学校的篮球校队 谁有办法进去这个学校的辩论社 这个就会影响你的进去的这个机会很大了 那我说一个前提是你要记得美国是一个大国 而且他名校讲清楚就是那么多而已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的话 社团活动很重要 那这样子呢 我要说 我们说林书豪他是因为靠打篮球进Stanford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Stanford的分数 林书豪的功课应该是只能够进到什么20名 他不是哈佛的吗 哈佛哈佛哈佛我讲错的 他也有进Stanford 他也有收到Stanford入学许可 然后他也有接到哈佛入学许可 你千万不要以为林书豪是因为 是这个那个篮球有帮他加了什么50分以上的SAT分数 那是不可能的 应该就是说林书豪跟他差不多上下相差 可能也就是20分的那些同等级的学生来说的话 因为他有这个打篮球的这个这个后卫的这个这个才能 而且他还是MVP 他还是加州最有价值的选手 所以Stanford跟哈佛都收了他这样子 就是说他林书豪是绝对没有因为他的那个篮球技能 而大大加分 可是呢有因为他的篮球的技能 而跟功课一样 跟他一样好的 而进哈佛的机会比较大 那是一定有的 那这样子我来讲说美国的这个这个制度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若是只讲考试的话 那我会说美国的给学生的压力跟台湾一样大 可是如果说一个小孩子想要进拼名校 因为我要说在美国拼名校那个门槛是比台湾更高的 因为美国的国家太大了这样子 而且哈佛也不是只收美国学生 他收全世界的学生 所以呢在美国的话 课外活动 你不想要拼名校则已 你如果想要拼名校的话 课外活动的压力会跟考试一样大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你如果是想要进哈佛人话 你今天去参加一个芭蕾舞比赛 你有没有拿到第一名 会大大影响你进哈佛的几率 这个我们看那个耶鲁大学教授 蔡美尔贤的那个虎麻战格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是一个在他的小孩子八年级 就要他去 就逼小孩子去考朱利亚先修班的妈妈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他要小孩子去念朱利亚先修班 你要知道去念朱利亚先修班的话 那个整个周末都没有了 周末就是都在那里练琴了 平每天都要练琴练三个钟头了 从郭中开始就要过这么悲苦的日子 那个虎麻战格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要他的女儿郭中就要去念朱利亚先修班 并不是要他的小孩养成很好音乐素养 他讲清楚就是因为要让他的小孩 进朱利亚的音乐学院 不是 拼哈佛跟耶鲁 是要拼哈佛跟耶鲁 而去拼朱利亚 是为了大学 也不是说他小孩将来要念 要去 不是为了音乐 完全不是为了音乐 这个有意思 所以他也不是要他的小孩做音乐教 因为他小孩可能将来是要做律师 做医生的 可是为了那个名校的光环 要哈佛要耶鲁 他小孩后来真的申请到哈佛 所以呢 他要小孩国中就要去念朱利亚先修班 你要知道朱利亚先修班通常是 他的本意是要给将来做音乐家人念的 可是在美国就是为一大堆华人 像蔡美尔这样子的 只是为了让小孩子将来可以念耶鲁跟哈佛 而去念朱利亚 所以我会说美国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不一样不是在考试 他的不一样是在 还是在竞争 各种竞争的排名 像蔡美尔这样子的妈妈 把各式各样的社团变得很无趣 台北FM 98.1 新闻台9月30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Joyce告诉我们大人该怎么面对孩子对于考试排名这件事情的抱怨 好 那我刚刚是要讲说美国的高中生 其实你刚刚如果听我这样讲的话 你就知道美国高中生 你不要想念哈佛耶鲁则已 不要说不是哈佛耶鲁 包括整个长春藤 比如前十大名校的话 你如果想要念的话那在美国绝对是日子会过比台湾更悲惨的 为什么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常常看到一个小孩子为了练琴 练打球 练游泳 你看那个每天五点要起床 而且是从国中开始 这个你可以看到美国好像好多高中生都很多才多艺 可是这个是他们付出惨痛代价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好像美国不是只重视成绩 不是只重视考试 这是美国 那再来我来讲一个也是大家会让台湾小孩子很羡慕的一个国家 就是芬兰 因为台湾的媒体非常强调芬兰 第一他们常常强调芬兰的两件事 一是芬兰是每一次披萨的考试都最高分的国家 就是他们是教育强国 那他们还发展出了一个很特殊的教育观光业 就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教育系的教授都会去芬兰的学校观摩 我们的吴翔辉不就去了吗 拒绝联考的小子 后来就带进了芬兰经验跟模式 那芬兰实在觉得太烦了 所以只好他们也指定了好几个学校专门来接受观摩了 让他们的那底的小孩子们非常习惯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大堆外国的这些观光课来看 那我们来讲说因为大家也想到芬兰除了讲他们披萨的分数非常高之外 事实上还有一个大家还会强调芬兰一点 就是他们是作业家庭作业最少的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小孩可能也会误以为芬兰的小孩没有考试压力 这也是很大的错误 因为事实上芬兰的教育还有一点是台湾的媒体几乎很少讲的 就是芬兰有全世界标准最高最困难的高中毕业考 这个可以多说一点吗 这个芬兰的高中毕业考是规定要考四科 那其中一个叫做母语 因为芬兰的人有三种母语 所以母语不见得是芬兰语 这个母语是一定要考的 那另外呢他自己这个小孩子本身还可以再考另外三科 那事实上芬兰的小孩子只要进高中之后 他这三年其实都在准备这个毕业考 因为这个毕业考没有过的话 他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 那这个毕业考多难的 首先他每一科起码都要考六个钟头 如果是母语就芬兰语那一科的话 是要考十二个钟头 考两整天 考两天 一天要考六个钟 一天考六个钟头 然后呢 他这个考试 全部都是深论题跟演算题 然后他的那个题目 我要说 他如果是生物化学的话 那个深论题是怎样 他会给你一个科学题目 他不是问你答案 不是让你问你解题 他会问你要怎么设计研究 怎么设计实验 那不就是正是一个很活性的学习吗 就是说他是一个考试 那他困难的不得了 然后呢 他是一个 然后芬兰的高中 芬兰的高中事实上 大考的频率跟台湾差不多 因为芬兰的学期很短 那他们学期还分成 就是每六个 每五个五个 每五个礼拜就换一个 这个新的起头 所以呢 他们是几乎五个礼拜一次大考 所以呢 他们的大考频率是跟台湾一样的 而且他们的考试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所以呢 芬兰的高中事实上是中错率 非常高的 中错生活 中错率很高 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呢 这个是芬兰的考试 芬兰的 你如果就问芬兰的学生 他们学习快不快乐 他们也会说他们很不快乐 他们忧郁症的比率也很高 这样子 所以我要说 台湾的小孩子 你千万不要以为考试很悲惨 那个是你独有的 芬兰的人有芬兰人的悲惨 美国高中生的美国高中生的悲惨 或者其他我们认为是先进国家的孩子 也有他们在他们制度之下的悲惨 而且大家都要考试 大家都要考试 考试真的不是台湾特有的制度 然后呢 所以我就想说 首先你先不要讲台湾独有 这个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考试本身排名本身都不是台湾独有 那现在如果要讲说 小孩子如果说知道说 原来外国的高中生很悲惨 他可能会讲第二个讨厌考试的理由 这个第二个讨厌考试的理由叫做 考试打压学习胃口 就是说 那个考试打压学习胃口 现在我要这么说 这个的确 台湾如果没有用考试以外的方式 来挑起学生的学习胃口的话 这个的确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是 可是呢 这并不表示说考试本身会打压学习胃口 我了解你的意思 像我跟我的朋友们在数十年来 经常酒鱼饭后闲着无聊 就我考你一题 你考我一题 各种领域的小知识 答对的人洋洋得意 答不对的人呢 也可以透过这种学校闹 校闹之间可以开启一些好奇 但是他毕竟无伤大压 而且他并不攸关于你生活里其他的选择 我会跟孩子这样讲 因为在逻辑上这个叫做 你不把相关当作因果 事实上你要证明考试 因为讨厌考试而不喜欢学习的话 这个因果证明没那么容易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多热爱学习的小孩子 都热爱考试 我刚刚讲到小时候 我说哪一个教室突然传出了欢声雷动 大家都欢呼的不得了 因为老师突然取消考试的 那一般一定有一个或两个小孩子 是快乐不起来的 因为他准备考试了 你的教育不能只针对那一两个小孩子 而觉得这样的制度就是对的 应该是 那怎么样让更多的小孩觉得 不要取消考试吧 不要取消考试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真的说 厌学跟厌考相关性很高 可是你不能说是因为厌考而启动厌学 因为我说这个相关不等于因果 那我看到的是热爱学习的小孩子 都非常热爱考试 热爱学习的小孩一定热爱考试 我看过的一个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是在1983年诺贝尔奖生医类得主 那个巴巴拉麦克林克 他的一个传记 那个传记台湾有出 叫做玉米田里面的先知 他在讲他大学念康乃尔的时候 他有一堂课地质学 他实在太喜欢那堂课了 所以起考考卷发下来的时候 他迫不及待的要赶快作答 所以在人家时间 人家都还在考的死去活来 他一下就作答完了 就他作答完了之后才发现说 他名字还没写 结果他忘了他的名字 他忘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刚刚答那些地质学的题目 他答得好开心 答得已经忘我了 所以他整个的 他下面就在想说完了 我的名字忘了 所以他针对下面的整个考试 就人家还在那里写考卷 他下面的半个钟头都在那里想 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这是因为我看过的一个最生动的 热爱学习就会热爱考试的故事 这已经近乎神话到不可信 不过我相信这个故事的意义 应该告诉我们的是 一个人的 就是我们一般过去讲说 得意忘形或者是乐的忘我 那的确是可能存在 大春你没有遇过那种 因为你都准备过了 所以你考试考的很爽 那个经验吗 当然有 这是很小的时候 那我要说 因为讨厌学习 因为我说那个英国有可能 抱回来 是因为讨厌学习而讨厌考试 然后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 因为考试会制造荣誉感 因为考试的动机 考试的本意 本来就不是要刺激你的好奇心 考试只是学历评量而已 考试本来就不是要 刺激你的求知欲的 刺激求知欲的话 事实上是在教学 或教材的编写要达到的 所以我会想说 我每次听到说 考试打压学习欲望 我总觉得那个逻辑怪怪的 因为考试的本意 本来就不是要刺激学习欲望 它只是刺激荣誉分 它只是刺激你的自尊心而已 屈容蔽入 屈容蔽入而已 所以我说 所以我只是对打压 可是对于融入分配之挫折 也就是说我透过考试 万一我就被打掉 淘汰掉 所以我不能融入分配 那个恐惧也可能就带来 等一下我会讲 就是考试带来的挫折感 好那你等一下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新闻台 Joyce时间 Joyce今天让我们开始 对于考试到底会不会 因为讨厌考试而讨厌学习 这个中间的因果 你其实是有质疑的 我等一下还会再讲 所谓的考试打压学习胃口 我对这个说法质疑 我只说他们两个有相关性 可是考试本意本来就不是要刺激学习 它只是刺激融入感而已 那第三个我再来讲一个 大家常常讨厌考试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考试只考你标准答案 那我要这么讲 这个的确就是台湾跟芬兰 跟美国很不一样的一点了 因为芬兰我刚刚有讲说 它有一个全世界最困难的毕业考 那个毕业考的最大特色 的确是它没有标准答案 很多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比如说芬兰文 它常常会考那个考12个中统 是因为它要做写一篇长的文章 还有两篇短的作文 而且芬兰的这个考题 常常是有争议性的考题 就是说他会例如说他会问说 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名人 政治人物影视明星 为自己的言行感到这个道歉 他要学生回答 请问道歉为什么要道歉 还有呢 这个我们这个道歉 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个人的意义 还有我们身为这个受众 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道歉 这不是一个有这个标准答案的题目 因为他真的就是考你思考过程 然后呢我要这么说 为什么芬兰的考题 可以不讲标准答案 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芬兰从来不考选择题 他为什么不考选择题 是因为他的这个毕业考试一定是人工乐卷 不像我们都是电脑乐卷 那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们文化可以准许人工乐卷 因为他们有一个家长不会去质疑老师的文化 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家长不去质疑老师的文化 那我要说那是因为他们老师的地位非常非常高 因为在芬兰 那个老师在芬兰 因为芬兰的老师要考进去 大学要你要进去那个老师的那个训练 超难考进去的 好像台湾在考一学系一样 考一学系一样 所以呢芬兰的老师的地位非常非常高 那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芬兰老师地位可以很高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因为芬兰的老师配很高 事实上不是配很高 你就算把台湾的老师配也加那么高 你达不到芬兰老师那个水准 因为他们有一个文化传承 芬兰有常年的是被这个瑞典殖民 那19世纪的时候他们变成俄罗斯的附属国 然后芬兰的文化意识是在19世纪抬头的 他们19世纪开始有了芬兰文的这个文化的一个骄傲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老师学校里面老师有最大的功劳 所以呢 就跟他的国族的信心 就他们整个国族 他们的国族建构当年是靠这个教育工作者建立的 这是为什么芬兰在现在老师有那么高的这个文化地位 那这个不是我们 就是大家全世界人都要去芬兰观摩 就都发现芬兰的老师教学真的很不简单 他们很会出题 可是这点不是我们可以学来的 因为真正就是他的文化传承 那刚刚你刚刚提到这个美国这个NASA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作业 我要说这就是美国跟台湾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美国申请大学除了看SAT那些考试分数 还要看在校成绩 那在校成绩的话 的确每个学校打分数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学校老师比较懒惰 真的是只有考试而已 可是有的学校特别是师资很好的学校 这个时候就讲到贫富不均 因为有钱的社区才请得起好的学校 他会非常重视探索式学习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小孩子 我会说他的学区一定不差 那他妈妈支持 还有那个学校支持探索式学习的设备一定很好 还有软体也很好 那个学校的图书馆啊 或图书馆员的程度 所以他有一定条件 也就是学习条件 引发学习兴趣的条件 在美国的话 这种支援小孩子做探索式学习 也不是说老师比较会协助你做研究 也是他们的图书馆员都可以帮你找好多资料 当然阅读的话还是要学生自己 可是图书馆员可以提供的 你的服务研究是非常水准非常高的 不是像台湾图书馆员真的只负责编幕而已 所以我说真正美国跟芬兰 跟台湾的差别是在这里 那再来我再讲下一个标准答案 那的确我要说 如果在台湾你很讨厌标准答案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如果孩子讨厌是这点 那孩子要想办法用别的方式 来刺激自己的思考力跟探索力 你要多阅读之类的 而不是只是光会抱怨说 学校只重视考试而已 那再来就是说 有的小孩子讨厌考试的 我讲的第四个理由 是因为考试只重视竞争 我会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因为的确现代社会 不是说竞争很重要 合作力也很重要 那我知道说台湾有一些老师 已经在这个 尝试在学校里面做合作式学习 日本的这个很有名的教育学者 所同学在他的书里面 都在讲合作式的这个学习方式 我知道这是在台湾 遇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呢 很多的家长会抱怨说 我的小孩子比较倒霉 分去了比较弱的一组 所以他被人家带摔了 凭什么他就比较小孩子 可以分去比较强的一组 为什么我分到比较弱的一组 那我要说这个合作式的学习 在台湾的确有阻力 可是我还是要讲 跟小孩子说 竞争这件事情 首先是竞争是一个 可以训练我们抗压力的一个方式 而且的确竞争可以刺激进步 你跟一个比较 跟你程度很接近的人比赛游泳 跟一个程度差你一大截的比赛游泳 会大大影响你个人的这个游泳成绩 还有一个竞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他让我们学会去欣赏别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已经是一个德性 当然你也可以只会抱怨别人 只会羡慕别人 可是你也可以改一下你的心态 想说那为什么别人就是做得比我好 我要学会欣赏别人 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人生不可能没有竞争 你出社会的话 你第一个工作就要找工作 那找工作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 那我要跟小孩子讲 因为我们从小就读过 龟兔赛跑那个预言 全世界最像龟兔赛跑的比赛 就是学校里面竞争 出了社会都不像的 就是出了社会的话 学校里面竞争是运气占的占比最小的 出了社会很多竞争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跟你的努力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完全没有办法操控在你的手里面 所以如果是讲竞争的可确定性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的话 是学校里面的 其实竞争 你出了学校你就会知道 学校里面竞争事实上是 是你比较有操之在我的感觉的 所以我要说 我要劝小孩子不要讨厌竞争 这个对你的未来没有帮助 那再来我就要讲说 这个不喜欢考试带来的融住分配 凭什么前几名你都是那几人 我要这么说 小孩子你一定要趁小 就会学会处理自己的羡慕的负面情绪 羡慕他人成就比自己高 的这种负面情绪 因为你要学会把这个负面情绪 转成激励自己的力量 而不只是让他羡慕 让你心里面充满怨气而已 而且一个人一定要从小就要学会处理 我没那么厉害的这个认知 就是说你我没那么那个厉害的认知 你要去想说 我只是目前没那么厉害而已 可是现在还一时我们现在的教育主流 或者是在家长这个层面 在学校的层面多半师长都会说鼓励孩子 哎呀你好棒啊没那么棒的也要说你太好了 这样好像能够让孩子能够有获得更多的激励 我记得你以前就曾经说过 好像这种激励是会对孩子有害的 对就是说 因为人生很长嘛 你最好的应付 凭什么前几名都是那几人的 这个负面的这种情绪最好的方式 不是去否定那个比赛本身 你就是说对前几名就是那几人 可是我没有必要看清我自己 我人生还长得很 我自己有自己进步就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那再来讲说另外一个讨厌考试的理由 就是考试限制你的学习范围 我要这么说 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就发现自己有强烈的兴趣 然后你有这个抱怨 我会同情你 因为的确我也认为说 今天我们对所谓的中学的基本学历的限制 并不见得说将来每个人 你想这个问题几乎不能解决 也就是说 只要是不考我就不必学了 也很多学生是这个逻辑 可是我举一个例 有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就非常爱猫猫狗 然后他的志愿就是做兽医 你有没有想过 他在高中要学很多高等代数 其实兽医一辈子是不用用到高等代数的 他可能他学统计学就好了 所以如果说因为考试 强迫一个将来根本不必学高等代数 人去学高等代数 然后这个小孩子觉得说 我这个时间为什么不能去学 跟我的猫啊狗啊演化学啊生态学有关的书 我会觉得说你这个抱怨有道理 可是我要说同样的这种小孩子很少 大部分的小孩子在高中说并没有什么强烈兴趣 你不给他考试的话 他顶多花那个时间去看A片跟打电动而已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说除了他限制你的学习的欲望 他还限制你的时间 一次一次的临时抱佛脚 就是一次一次的限制你学生时间使用的方式 同样的我也说 有资格抱怨这种事情的小孩子很少 因为大部分的小孩子 我们没规定他要干嘛 他还是临时抱佛脚 他还是没有他就是去打电动而已 但是